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台湾独立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的媒体杜撰出来了 是中国媒体乱写的 赖信德当局的话音刚落 新加坡的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就贴出了正式的新文稿 结果确实有新加坡反对台独这样的文字 那这样的文字一出来 这个无疑是对赖信德当局的狠狠的一巴掌打脸 岛内舆论一片话来 那指责那些人当局根本是在自欺欺人 公然的说谎 自我麻痹 花着纳税的人钱 竟然用钱来搞这个大内线来骗台湾民众 抵赖不了 那台湾的外事部门今天不得不回应成 说我们已经了解了新加坡的反对台独立场 这明显就是一种叫做拖面自干的行为 事实上黄秦才今年五月份就任的时候 他其实在台湾问题就谈到了明确的三点 第一就是新加坡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立 第二点就是不会容许新加坡被台独立用 第三点就是他认为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下 从李光耀到吴作洞再到李显龙到黄秦才 其实新加坡的四代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立场 非常的明确非常的坚定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 尤其是李光耀对台湾问题其实有几个重大的判断 大家现在回顾一下应该是很清楚 李光耀曾经讲过这一点 他讲的第一是台独是绝路 是一条完全走不通的路 第二就是两岸问题只能在两岸之间自己解决 不可能假外人之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就是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 任何国家或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阻止两岸的统一 那李光耀讲到第四点 就是台湾不要指望美国人会介入 让美国大兵为台湾而使 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讲的第五个判断 就是两岸统一这是时间问题 没有国家会支持台独 那第六是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实力会越来越强 到2030年左右 中国的实力将让美国无法再查处台湾问题 因为美国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以民进党去质疑新加坡的反台独的立场 这是典型的一种都撞蓝墙不回头 最后结果真的是自讨没去 终究搞出一个这种世界级的笑料 而且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这种鸵鸟心态 民进党当地以为自己把头埋在沙子里 就可以把外面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完全是一个笑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